这是看一眼就少一眼的老手艺 雕花香皂 因为复杂的雕刻工艺 传承了几百年却即将后继无人 原本仅需几块钱 如今却只能沦为富豪的收藏品 那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首先工人会将植物油与水混合并加热 同时将甘油倒进热水搅拌至全部融化 将两者混合后 就可以加入芒果粉 色素与香水 经过搅拌机的搅拌 混合物就会变成粘稠的液体香皂 紧接着 工人会将做好的液体香皂倒进炉具之中 经过几个小时的冷窃 液体香皂就会变成大块的固体香皂 不过此时的香皂太大 所以工人会使用切纸工具 将大块的香皂切割成标准的小型香皂 每一个小型香皂 都会被雕刻师雕成栩栩如生的花 这也是整个加工过程最重要的部分 拥有十几年经验的雕刻师 会将香皂多余的部分挖掉 保留住整朵连续的花瓣并将其取下 这才算制作成功 下一步 雕刻师会将花瓣进入水中 并将花朵的部分用染料进圆 这样就能让花朵的部分呈现出淡黄色 为了让花朵更加真实 雕刻师还会在花瓣边缘涂上淡粉色来强调涂出 并用画笔将黄色花瓣的脉络绘画出来 最后工人还会使用沾上颜料的牙刷 在花朵上轻轻拨动 让颜料建设到花朵之上充当花粉 将做好的雕花香皂 放进准备好的装饰罐 雕花香皂就制作完成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